暗物质是理论上提出的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 从1922年 科学家提出暗物质猜想到今天 仍未侦测到能证明暗物质粒子存在的信号 在四川省梁山州景平山 垂直岩石覆盖厚度2400米的地下 科研人员在这里默默追寻暗物质已有十余年 我叫景明昆 是中国景平地下实验室的科研助理人 虽然说是1990后 但已经在实验室工作有七年多了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咱们的实验室的工作环境 以及咱们平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 我们实验室被外界称为全球最深的第二实验室 拥有2400米的岩石层埋生 咱们实验室之所以选择在梁山州这个地方 是基于此处的岩石层埋生足够深 并且该处的岩石层埋生非常低 有利于咱们开展各种各样的超低辐射 或者稀有事件的探测 2400米的岩石埋生 它就像一个暗示 能够牢牢地把雨泽射线的噪声给屏蔽掉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每天进出实验室 需要乘坐矿车或电梯进入 实际上2400米只是实验室到达井平山顶的距离 我们每天进出实验室 需通过10公里长的隧道到达井平山内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设备 是我们国内目前灵敏度最高的超低本体探测器 在我们拥有自己的地下实验室之前 我们一直在韩国地下实验室进行暗物质研究 直到2010年12月 中国景平地下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 从此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地下实验室 我现在做的工作 主要是给这个容器补充液弹 给它灌液弹的目的是 为了开展这个暗物质的探测器的一个降温工作 因为我们的探测器都是半导体探测器 需要在超低温下才能工作 然后灌完液弹之后 我们会把探测器顺势从这个上面给吊进去 然后在这个罐子里面 浸泡液弹冷却大概24小时左右 然后就可以开展我们相应的一些实验 送过来的一些建筑材料 还有 咱们实验室的常驻的实验人员 大约是10人 主要的实验工作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辐射研究 另一个就是暗物质测量 我们的这工作呢 主要是做辐射测量 为暗物质实验提供更好的实验环境 和更纯清的实验材料 保证暗物质实验的顺利进行 咱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在实验室的人 都其实很期待着暗物质找到 不管是我们找到 还是说另外的实验组找到 其实这对于这个基础科研工作 或者基础学科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我身下这个设备呢 是一个巨型的液弹罐 里面存储了1.5立方米的液弹 然后我们探测暗物质的关键设备 高存者探测器 就在这1.5立方米的液弹中 当暗物质和我们的高存者晶体中的 褶原子发生碰撞的时候 它会留下一个微弱的反冲信号 通过探测这个反冲信号 我们就能判断 是不是真的有暗物质 我叫聂启元 今年26岁 来自清华大学 是中国景平地下实验室的现场实验员 目前呢 是负责一个高存者探测器 用于探测暗物质信号 自实验室从2010年建起来 一共发表了30余项重要的科研结果 比如2014年的时候 我们发表的论文成功排除了 美国一个实验室所宣称的 探测到的暗物质的区域 近几年 我们在太阳暗光子的探测方面 也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结果 暗物质顾名思义 它是不发光的 这个光包括了可见光 以及所有波段的电磁波 所以人类很难通过常规手段 来探测观察到它 暗物质探测是当前科学前沿的一个热点 研究暗物质可以帮助我们人类 更好的认识这个宇宙 暗物质占了宇宙总智能的26.8% 它参与了宇宙的演化 也组成了宇宙的现在 更决定了宇宙的将来 很多人说可能会问我们会不会气雷 但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实验 其实是一直在缩小 这个暗物质探测的区间的 因为我相信迟早有一天 我们能够探测到真正的暗物质信